这个整的是核酸检测呀 排队排的长队非常长 大队 今天停了几天以后又开始了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了和他夫人确诊了 而且参加那个大法官提名的有七个人确诊了 所以增加了白宫等于是个等于超级的超级这种感染者 这是可以不下车进行检测 所以形势等于加紧了 而且现在是就是加州 俄勒冈华盛顿州三火还继续 因为秋天有风啊 有风比较严重 那是有行人呢 行人下来排队在在那搞核酸检测 这比较明显了 再进行检测呀 排着大队绕了一大圈 有这个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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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开摩托的 所以现在是行事紧张啊 让绕大圈 绕圈比较大 所以美国总统确诊 就造成了 还有孩子哭啊 造成大量的美国人来 来检测 看看这一圈走下来 看看有多少车 绕多大圈 都是进行检测的 美国是车辆上的国家呀 所以这一次 10月1号 特朗普一确诊 然后就有大量的美国人 自动自发 来接受这种检测 也希望明年的时候 那个疫苗研究出来以后 大家能够接受吧 更多的车辆 进行了 在排队 排成了一字长龙 排成了一字长龙啊 在这地方 绕着圈 绕着大圈 进行检测的 这个停车场 比较大 所以 有这种 大家排队的力量 都是接受检测 都是来检测的 来 椅子排开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